朋友们大家好 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多 很多朋友在用车当中会遇到天窗漏水 尤其是这种大众的车子 天窗是非常喜欢漏水的 那咱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大众的车子为什么容易出现天窗漏水 咱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怎样去解决 怎样去避免 或者说天窗漏水 它漏水以后对我们的车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是一辆大众图王 车子跑的公里数不大 才三万多公里 但是已经出现了天窗漏水 咱们看一下这个水是从哪个位置漏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从A柱这个地方 一到下雨天雨稍微大一点 天窗排水不及时 这个地方就往下滴水 它会顺着这个A柱直接跑到咱们的地板下面 地板下面就会进水 然后我们看一下右边 右边也是 这个地方都是水渍 大家可以看非常清晰 这个A柱里面其实也是有水的 不过现在是干掉了 有些车型它的水还能从下面滴出来 像这个车就是开车的当中 发现这个地方往下漏水 所以一般都是天窗的排水孔 排水不及时 天窗漏水对我们的车辆的危害非常大 因为它漏完以后 它会跑到地板下面 地板下面有很多电器 比如说有些音响模块 包括一些车身控制模块 电脑板 气囊电脑 很多限速 如果你发现不及时的话 时间久以后 咱们车内的一些很多控制元件 就会烧毁 而且后期的后遗症非常非常大 可能会造成我们像电动座椅 很多功能就会失效 甚至有些会造成短路 发生这种起火的现象 但是几率比较小 反正是天窗漏水 如果你不及时处理的话 对车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咱们现在看看 它是从哪个位置漏出来的 像这个天窗 它在关闭情况下 咱从这个旁边的缝隙当中看 它这个密封看起来是非常严实的 但是其实这个天窗旁边 它还是能流下去水的 所以在天窗脚部这个位置 设计的都有排水孔 一个天窗的四个脚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排水孔 所以说排水不及时的时候 这个进水量过大 超过它的排水量 那这个水就会越过 这个天窗骨架的密封条 会跑到我们的A柱这个地方 从这个A柱往下流 流到咱们的车内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特别是这种全景天窗 它的进水量更大 看看里面的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打开以后咱们能看到 这前边其实就是一个蓄水槽 这个蓄水槽的脚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边角处 它就有一个排水孔 我们从这个位置能看得到 这个排水孔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排水孔旁边有很多这种水渍 这个水渍就是水流过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 它时间久以后 就像这种灰尘这种东西 非常容易存积到这个位置 时间久它的排水孔就容易堵塞 堵塞完以后呢 这个水就不能及时排出去 就会顺着这个天窗的这个密封桥 翻过来以后呢 进到咱们的A柱上或者顶层上 我们用灯光打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排水槽里面全部都是泥土 非常非常多的泥土 这都是时间久以后啊 雨水当中这些杂质的沉淀物 这个东西时间久 就会堵塞这个排水槽 这个车的排水槽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旁边这个小圆孔就是一个排水槽 泥土把排水槽堵塞以后呢 咱们这个水流不下去 它就会流到车内 这个清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啊 一般前部容易堵 后部的不太容易堵 因为后部位置高 排水的量比较小 这个杂位也比较少 咱们这个清理的时候 只需要用高压气枪 顺着这个喷水孔往下吹一下 然后我们用点水倒一下 做个实验 只要它排水比较通畅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拿这种高压气枪 对着它的排水孔 打下压力吹一下就可以 非常简单这个处理起来 然后把那边也处理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排水槽里的泥土 给处理干净 用洗净器吸一下就可以 最后我们要试一下 这个天窗的排水能力 咱们正常天窗往里面进水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量 咱们就是加大这个进水量 试一下 看它这个排水能力强不强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好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个水 非常快的就排下去了 它呢是从车部的 前方这个A柱下方排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 已经流出去了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不管现在下这个再大的雨啊 咱们这个天窗呢 也不会再出现漏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像咱们的很多车呢 配置稍微高点的 A柱下方呢 它是有这种气连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白色的 就是一个气连的连部 像这种东西 如果时间久啊 它泡坏以后 咱们碰撞的时候 气凉可能就弹不出来 朋友们天窗漏水呢 在每年下去的时候 预见的特别多 造成的损失呢 也有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天窗漏水呢 及时发现 及时处理就非常简单 如果你的天窗 还没有漏水的话 也建议大家 每过一年左右 对着这个天窗的排水孔 用戈瓦气枪吹一下 这样就会及时止血 避免你后期天窗漏水 造成更大的一个损失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如果对大家有什么帮助 希望大家给点个赞 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汉 再见